在以前和现在式动词之间 还可以插入一个表示否定的 或启示句子 在这种情况下 现在式动词词尾仍旧标开口符 这几天我很忙 那么我就不去看你了 今天我伤病了 那么凭真主发誓 我陪你上医院去吧 如果以咱不处于聚首 就写成以咱的形式 意思不变 但是不影响其后面的 现在式动词的词尾 我将原谅你的过错 那么我将真诚地表示歉意 如果你的话多了 那么听众就会厌倦 5. 专用于现在式动词前面的这种 意思是直到在什么时间 与一两安同意 的后面有一个不能写出的安 安本身是个切割 那么你应该是 你应该多多练习阿拉伯语 直到掌握为止 在取得最后的上例之前 我们是不会停止战斗的 原因目的的量 量大利了 量作为是现在式动词词尾 比较开口服的虚词 专用于现在式动词的前面 意思 为了 以便 目的是 比如 我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了他 为了是让他和我一起考虑如何解决问题 我来不是为了打扰你的 这种原因目的的量 后面如果出现一个否定的量 量 就应在两者之间加一个 连续成 的形式 意思是 以免为了不 你要在规定的时间内 回来 以免违反制度 为了不让这个俘虏之道 集中扬的道路 他被蒙着双眼带走了 七 联系拮据的表示因果关系的法 这种范图 作用是连接前后互有因果关句的两个句子 前句表示因 后句表示果 这种范图前面的句子必定是否定句或起始句 起始句比较复杂 一共有八种情词 一共有八种情词在第55章带拮据的复合中里面有详细解释 Lam Tua Zib Alan Nidwari Fat Tanjah Aheyan 这个前面你看 Lam 本身使它使这个法无变境符 而后边 因为它是拮据法无的这个哈无变成开口 你没有坚持斗争 就谈不上最后取得胜利 Tanjah Alan Alan Sobati Fat Tanjah Bissarati 前面是一个起始句 你要克服困难 那么这个法 这样你就能快速的进步 七 加强否定预期的Lam Lam Zohud 这种Lam的作用是加强否定的语气 在使用时 必须与残缺动词Kane的否定式Lam Yekun 和Makane相匹配 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Lam 在任何场合都可以用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 像这个法无和Lam 在什么场合要用 它的作用是什么 Lam Nekun Lam Nekun Fu Lam Masani Hashab Lam Tekun 然后后边 Lam Nekun Fu Lam 这是本身是忽视 然后加Lam 之后把这边开口 我们 是不会忽视人民的利益的 Makane的都有了 Lam Tekun Tekun Fu Fu 前边这是Makane 然后边Lam 说Tekun Tekun 就是被关在 本身世界是监狱的 被关在笼子里 Akuf Fu 是笼子 鸟儿不是让人关在笼子里面 9 表示结局的Lam Lam Lam Tekun Tekun Lam Lam 用于现在式动词前面的这种Lam 带有事与愿为的含义 意思是结果反倒 Rabaitun Nesira Li Yabdani O Li An Yabdani 就是 我羊虎反倒 它咬了我 这个Lam 是跟前面的意思正好相反 羊虎本身来说 是一个照顾小动物 可这个老虎却咬了我 这跟前面的一个正好相反 Ash Faqal Faqal Ala Shabani Li Li Yabdani Au Li Anna Yabdani 农夫 可怜蛇 反倒叫它咬了 10 连接的Au Au Al A 对 这种Au 有三种用法 1 表示 极限 Yahata Yal An 同意 意思是知道 In Tezero Ni Au Tagay Bai Shamsu 你要等我 直到太阳下山 显然这有个时间上的概念 你等我 等到什么呢 等到太阳下山 所以我们在语义上要理解 有的时候语法是看不出来的 而在语义上我们理解这种意思 就知道它是什么情况 要么你等我 要么等太阳下山 要是这么翻译的话 那么就误解了这句话的意思 它的意思就是知道的意思 Al Mudaham Fila Or Fila Ganuni Bari Un 从法律 惯例上来看 被告在他的罪名成立之前是无罪的 表示目的与Kai同意 意思是为了 Uha Zilu La Adwa Aw Islam 为了保持健康 我警惕传染 前面是我警惕传染病 那么或者健康 你要是字面是这种意思 那么显然这个意思要这么翻译 就我们从我们的语感就可以感觉到 我们保持健康 怎么保持健康呢 就是我们警惕各种传染 为了达到目标 阿里坚持不懈的工作 表示只要不除非的意思 与Ella同意 只要敌人不投降 我们就得同他们斗争 只要我不死 我就为人民服务 十一 使现在是动词词尾 比较开口服的 WaW WaW NASUBILE MUBARIA 这种WaW 表示两件事同时发张 必须用于否定句或提示句的 意思是一面一面 耳雀 我没有一面劝告家人 一面自己又去违法 他是不是叫人家破费钱财 而自己却一毛不拔 三 使现在是动词词尾表敬服的虚词 使现在是动词词尾表敬服的虚词 分为两类 一种能使一个动词的词尾表敬服 另一种能使两个动词的词尾表敬服 本章只讲前一种后一种将在本书第五十五章 在结局的复合剧中里专门论述 是一个动词的词尾表敬服的工具词 共有四个 南 南 南 命令式的 南 和 境界的 南 这是一个否定虚词 否定过去曾经发生的一个动作 意思是没有 未曾 南 他不生育 也非人所生育 万物无可与之 伦比 这是古兰经的一句话 两个证人没有把全部真相都讲出来 这也是一个否定虚词 表示某一动作到讲话时为止尚未发生 意思是还没有尚未 有何算的 庄稼熟了还没有收割 代表团团长已经回国了 而团员们却还没有走 命令的 这是表示要求做某事的要求许词 只适用于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 意思是让上谁去做吧 你又下讲 这是让第三人称的人去做 你们每个人都要以踊跃购买的行动 来支持国货 让许愿的人去还愿吧 这是表示要求停止做某事的进阶许词 一般多用于第二人称 你不要轻率地发表而后悔的话语 你不要因做好事而要报仇 你不要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